陰陽食譜 食出生死 陰陽多 上次說到在陰老爺子頭七日過一晚 我和趙海鵬兩個人留守在店裡 要招呼一個很特別的客人 趙海鵬說招呼好這個客人之後 我的命就有得夠了 深夜時分等來了一個最暗紅色棉納的老太太 為了留住老太太,我將她請進廁所 就在趙海鵬跟我說有關紅色怨靈的事的時候 我心裡雖然忐忌不安 但是我突然聽到廁所裡響起了沖水的聲音 之後趙海鵬就拍一拍我肩膀說 催命的主就發出來了 好好的時候 一會兒帶她上樓上的單間 然後我再告訴你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說完這句話之後 趙海鵬又再次入了後柱 然後那位老太太就帶著很舒服的表情走出來 對我說起大帽子說 小孩子,你們飯店這個廁所也不錯 下次我還會來 讓我帶三個孫女一起來 看著那位老太太整身暗紅色棉納 我其實心裡怕得不得了 但是為了自己的生命 我也要保持鎮定 於是我精神集中,陪著笑 對這位不知何方神聖 是鬼還是其他什麼東東的老太太說 老人家,你現在舒服一點吧? 不是這樣,上樓上的瓦座坐一坐吧 去完廁所的老太太輕鬆又愉快 完全看不出鬼氣和陰心理 她看到我這麼客氣,整面皺紋都在笑 對我說 啊,你這個小朋友真是挺好人 聽你這麼說 好像我真的有點餓 你帶路了,我在你這裡吃點東西吧 一聽到有機 對呀,我快帶著老太太上樓上的瓦座 又是一番好茶好水的事後 之後就藉口拿菜單,快退出來了 按照之前的約定 我很快地撩進廚房去找趙海鵬 就看到這位高人已經穿上圍裙,開始煮菜了 刀光火影之間,趙海鵬將前幾天 吩咐我買過來的蓮魚剁成一塊塊,像荔枝一樣大 然後再把那條四斤四兩的鯉魚,改了蘭草花刀 在鍋裡加了橄欖油整熱的鍋頭 砧板上面,蔥薑蒜末,食鹽香葉,爆鍋八角,一一備了原筆 即是等油熱了之後,就下鍋煮魚了 怎麼說,我也開了五年的煮魚飯店 對魚菜還是一定了解的 所以看著趙海鵬這麼閒熟的火工 和這麼窺整的刀花 我開口就說,是不是要做地鍋煉魚和糖醋鯉魚? 看來你是山東菜的徐師 趙海鵬鴨長合同說 沒錯,我是夫子店的老菜徐師 什麼是夫子店,我不知道 現在大滴當前都沒有興趣過問 我關心的是,他面對著一個實體化的怨靈 做這幾個魚菜來做什麼? 難道有了這幾個菜,我的飯店就不鬧鬼了? 對於我的疑問,趙海鵬說一兩句話都說不清楚 他現在只是簡單地告訴我 兩種魚菜加一碗血豆腐的組合叫做釣魚菜 這種菜從鬆朝來到現在 從來都是野外釣魚之人的罪愛 試想下,飯粥剛常,煮酒食魚 香飄千里的寫意 已經足夠令人流口水了 也因為這種菜在野外的時間很多 味道也好 所以都很容易將某種妖邪一類的東西掉出來 趙海鵬說,這一招是他們祖傳下來治鬼的方法 聽說在北宋的時候 著名的宰相黃安石退隱江陵 就曾用這個辦法引出盤據 在湯山葫蘆洞裡的白狐狸精,慰聞除海 介紹完他所做的食材,趙海鵬就正式對我吩咐 一會兒你就陪著那個老太太一步也不要走開 我做了些菜之後就會拿過去 但只會放在她雅座旁邊的房間裡 那位老太太聞到這道魚菜的味道 肯定是頂不住誘惑的 她就會問你旁邊的房間是誰點的菜,這麼香 這時候你一定要說一句話 說到這裏,趙海鵬怕我記不住 所以就特意一字一句地說 你就告訴她 那些菜是陰甲請她的媽媽吃的 第十三章,陰食就 陰甲已經死了七天,骨灰都涼了 這時候趙海鵬突然叫我對那個老太太說 那些菜是陰甲請她的媽媽吃的 這樣一句話真的令我想不通 也有點詫異 但誰叫我有求於她呢? 既然有求於她,就只能按照她說的做 之後我拿著菜單,硬著頭皮走上樓 這個時候,老太太猶言自得這樣,坐在啞座中間的燈上 全身上下,根本就沒有什麼恐怖的氣息 老太太一看到我走進來,馬上就很高興了 還伸出一雙很冰冷的手,拉著我坐在一旁跟她聊天 如果不是知道這個老太太是催命的怨靈 我可能真的將她當成普通的老大娘 但知道真相之後,我屁股上就好像被人插了幾根燒紅的鐵通一樣 坐立不安 既然都坐不住了,我的屁股剛剛碰到座椅 我就好像彈網一樣彈起來 將菜單遞給老太太,要她快點菜 我怕老太太有懷疑,我還故意作謊 今天是我們飯店的尊老愛幼日 但凡來的老人家全部免單 只要你吃得開心,我們就高興了 聽到我這樣說,老太太笑得一朵花 還讚我,懂事有乖巧 還說,如果我早就這麼乖巧和孝敬 這間飯店就不至於被她當成廁所看待 我覺得這個老人家說的說話裡有骨 但當時誰敢細細去問 於是只好陪著笑,等她點菜 就在這個時候,趙海鵬大人之間 拿著一大碗牛血豆腐湯 從樓下的廚房走上來 她抬眼望望我 經過老太太雅坐的門口時 還故意放慢了腳步 讓牛血湯的香味飄進來 聞到那股又香又香味道的老太太 突然之間神情呆滯了一下 之後她抬起頭,望向趙海鵬走過 還留著熱氣的方向 那個瞬間,我似乎看到老太太的眼睛裡面 閃過了一絲暗紅的色彩 然後老太太就好像定了一樣 只是雙手捧著菜單,呆呆地望向門口的方向 我看著老太太的表情,心中一陣暗起了 感覺到這位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怨靈 已經被那股味勾住了 這裡釣魚菜,果然可以釣到魚 趙海鵬上完牛血湯之後都沒有停下來 緊接著又拿上來連我也覺得很好味 食指大動的地鍋蓮魚 當她最後穿上那條蘭草花改刀的糖醋鯉魚的時候 這位穿著暗紅色棉納的老太太 徹底坐不住了 她站起來,抹了嘴角的口水 轉頭問我 我說老闆呀,旁邊那圍桌的菜 是哪位客人的呢? 聞起來,好香呀! 終於來到這個重要的時刻了 我連想都沒想的就回答她了 那個是我們的陰五甲請她媽媽吃的飯 那些人都還未來 陰五甲? 老太太燈大了眼睛,衝著我說 我就是陰五甲她媽媽媽 今晚是我受診,陰五甲說要擺研直來孝敬我 所以就叫我先來 沒想到她擺的顏值原來在這裏 哎呀,看來我 不斷連這樣撞也撞對了 這個老太太一邊說一邊流口水 那些口水花幾乎擠過來我的臉 我看著她若有歧視的講話態度 真的不知道是她騙我還是騙自己 不過既然她想吃那些釣魚菜 就正宗我和趙海鵬的意思 於是我就扮得很害怕 一拍大腿說 啊,原來是你嗎? 這樣就對了 你趕快過去坐下 陰五甲馬上就來了 等她來了,我再替你做些更好吃的東西 說完這句話之後 我就好像宋溫神一樣 把老太太扶進旁邊那間 擺著三道大餐的單間裡面 之後趕快關門 好像逃亂一樣走進一樓 樓下,趙海鵬在我後處魚缸前看魚 她轉頭看見我出來之後 遞給我一支北戴河煙卷就問我了 都裝妥了嘛 我正在呼吸,說不出話 只不斷吹頭,表示裝妥了 趙海鵬長長這樣敷了一口氣 之後拿了一些小米出來 放入一個黑池碗裡面 點著了手裡面的煙 不是我來吃的 而是直接插入那一碗小米的正宗 她再長長吐了一口氣 看著那支緩慢燃燒的煙卷 露出了放鬆的神情 她自然自語地說 等這支煙燒完 老太太便吃完飯了 這樣所有事都結束了 你想不想知道究竟是甚麼回事 我說吹頭,表示洗耳恭聽 趙海鵬看著一點點 在緩慢燃燒的煙頭 就跟我說了 我可以告訴你 你所有事的來龍去脈 但有一點 你不可以到處亂說 如果不是的話 陰甲和她的孫女 陰女梅的名聲 就全部都沒有了 明白嗎? 我一聽到這個飯店鬧鬼的事 還和我心目之中的女神 陰女梅有關係 但是,馬上就來慶祝了 希望趙海鵬說得詳細一點 我這間飯店鬧鬼撞怨靈 究竟是甚麼回事? 趙海鵬看著我那缸魚 開口便說了 霍老闆,你這間飯店 自開張以來有五年了嗎? 頭兩年生意不好做 直到近三年生意突然火爆 而且,人人都喜歡吃一五甲做的魚菜 回頭客特別多 然後,你也賺了不少錢 記不記得嗎? 我點頭,這些情況都是我經歷的 這五年近乎反轉的經歷 雖然想不出是甚麼原因 但是,飯店的生意好了 誰還來得及想那些事呢? 但是這次,經過趙海鵬再提出來 我突然覺得,當中好像真的有一點不自然 看著趙海鵬死死釘著那些魚的樣子 我也很奇怪 難道是說,陰甲再細的時候 在他的魚菜裡放了甚麼 令客人可以上癮的東西? 令客人吃上癮的東西 無外乎就是大煙葫蘆、媽啡、大麻這類的違禁品 這些東西,查到了是死罪 現在食品局風聲又緊 打死我,我也不敢放 陰五甲老老實實一個人 難道是為了賺錢 瞞著我,放了這些? 我有點心驚驚,問趙海鵬說 陰五甲再細的時候 不會在我的客人魚菜裡 下了禁藥是嗎? 趙海鵬搖頭說,這樣就沒有 不過他做魚菜的時候 用了一種叫做集音軟法的邪古之酒 用那種方法做出來的魚菜 人人吃了都會上癮 但絕對蠶出任何的破綻 趙海鵬就繼續跟我解釋 這個集音軟法在村菜系裡 裡面一個叫做白龍殿的幫派所有 它是涉及到神鬼之士的古老陰食酒 它就像苗疆的食古術一樣 將生物的怨氣匯集起來 供自己斂財之勇 集音軟法 趙海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 具體的方法就是 捉一隻九個月大的黑貓 用把剪刀刺爛他的七竅 令到他痛不欲生 然後散勾勾去拔毛、加鹽、混合鼻製藥 浸泡在一個水泳之中 貓的身體會隨著水泳裡的特殊藥物 一點點去分解 最後會變成又黑又濃稠的汁液 但在整個過程之中 直到那隻貓心臟停止跳動的那一瞬間 它是不會死的 這隻畜生因為疼痛而產生的怨氣越積越深 最後都會溶解在那壇黑濃的液體之中 那壇東西也就是所謂的陰怨了 陰怨做好之後 又或者搬入到魚食裡去餵魚 那些東西混入了調料之中 然後就感染人 會令食客的身體多多少少都附著一些死貓的怨氣 按照傳說所說 貓的怨氣只有在吃鮮魚的時候才可以平復 所以貓怨就勾動了食慾 那些客人賤就吃得越多了 而且這種東西集中多了 不僅可以招攬客員 還可以短時間之內更改運勢 那人便可以借命生錢了 趙海鵬說完這些 我雙眼都快跌到落地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 這是陰甲曾經做過的事 而且這樣的事 為何趙海鵬知道得那麼清楚呢? 我便很不理解地問 你又怎會知道這些? 趙海鵬看著那支援援燃燒的煙卷 然後慢慢地說 整件事都是陰甲在遺囑裡寫的 還記不記得你讀給我聽 那個前言不答後語的故事? 我頭頭又怎會不記得呢? 趙海鵬接著就很詳細地解釋 那個故事其實是一種叫火公語的暗語 是舊社會的徐司之間通知重要信息的平台 就像東北土匪的黑話一樣 天王蓋地府,寶塔鎮河腰 外行人聽起來就覺得好玩 但是聽在徐司的耳朵裡 就是另一種信息 他還說,但凡是有身份的徐司要求人 都會用這種暗語寫出來 至於我那篇文章的信息主子 其實就是陰甲求他們幫忙擋殺 令我可以活命 而我就是那篇文章裡所提起的小念老太太 趙海鵬的說話越來越可怕 我不知道這群徐司為何與我想像之中不一樣 反而像我爺爺碰到那些 像霍海龍那樣的狠角色 而且剛才趙海鵬也提到過五藏廟 這是除了我家人之外 唯一一個提起這間廟的人來 說完之前那些之後 趙海鵬又繼續告訴我 用這種雜音怨法造成黑漿鏈材速度很快 甚至還可以改運 這就是為何你這三年來開飯店可以賺錢 賺到賠滿、賠滿 這三年時間 陰五甲用那種殘酷的方法殺了三隻貓 也在你這間飯店裡 積聚了三年黑貓的怨氣 這個方法很算陰德 所以陰五甲的揚獸都從三十年變成了三年 而在牠死了之後 貓怨靈下一個要殺的就是你了 我?我好惡然地說 和我半條無關係都沒有 有,因為這間店是你開的 趙海鵬站起來對我說 所以這個方法要用貓 是因為貓是藍地五先之一 而且天生有靈氣又有機首 怨氣特別大 黑貓更是最為陰殺的存在 即怨起來狠毒無比 所以這三年來 那些貓怨已經變成了你飯店裡 廢之不去的陰靈了 變成陰靈也不是我做的 趙海鵬不相信 人世間有一個叫做因果律 你仔細想想 三年前 是否陰甲在正得你同意之後 才開始做這些糊塗事 趙海鵬的說話 迅速把我拉入回憶之中 拉回到三年前一個仲下的夜晚 原來在那一天 陰甲就把我的靈魂出賣了 陰陽食譜 食出心死 陰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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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